乌克兰军方14号指出 他们发射两枚导弹 击中隶属俄罗斯黑海舰队 旗舰的飞弹巡洋舰莫斯科号 当时俄罗斯国防部回应 这艘军舰因为不明原因起火 引爆船上弹药 不过舰上的主要武器都没有受损 船员也都全速疏散到黑海的其他船舰上 不过根据俄罗斯媒体指出 俄国国防部证实 莫斯科号已经在恶劣天后中 被拖回港口途中沉没 事实上俄军目前正朝乌冬集结 准备发动新一波攻势 莫斯科号配备了16枚飞弹 如果失去了它 不止使得俄军在黑海的战斗力大减 也是一项重大且具象征意义的损失